今天我们有新增了三例的确诊个案 那都是境外移入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11日公布国内新增三起中共肺炎病例 均为境外移入 案383 384均为美国反台时于机场裁剪 案385由法国回台后居家隔离发烧裁剪 累计确诊病例来到385例 总共99人解除隔离 6人死亡 针对亲民廉价后 首日通报裁剪量高达1835例 之后虽然逐渐缓慢下降 但每日仍在一千五百例以上 在年假的这段时间 我们在四月六号到四月十号 接受到的这些的通报的 八千多位当中 那有七百九十一位 是有表示说是有到这些的景点去的 那其中没有一例检验阳性 全部都是阴性 当然我们家就这几天这样的发展情况 看起来这样的 急剧的变化可能性不高 但是我们还仍然提高警觉 除了亲民廉价去过十一个警示 警点的人有出现症状 可由医师判断是否有裁剪之外 专家小组召集人张尚存 针对扩大社区筛检的部分 再次表示 扩大社区筛检不是只针对这个景点的 有去过景点的部分的人员做的民众做筛检 而是我们给一个定义就是不符合通报定义的 这些不管是他是任何的肺炎的状况 我们都可以 至于台湾无症状确诊却占占百分之五 医疗界提到社区无症状感染者会占有一定的比例 陈时中表示 工卫专家会有一定的推断 未来当疫情趋缓时 不排除对社区抽样 并对行业别做一定的了解 但目前指挥中心我们所重视的是 对整个疫情会产生影响的个案 那积极去围堵 让这样的疫情不要扩大 那至于未来 在更进一步疫情更稳定的时候 也不排除 对整个的社区或做抽样 或做特定行业的 再做一个相关的一个 厘清跟了解 不过这会在比较后面的阶段 才会开始来进行这相关的动作 指挥中心发言人庄仁祥表示 抽样主要是研究检测社区内的民众 是否具有抗体 在2009年流感大流行后的一年 台湾也做过类似的抽样研究 新唐人夜市台北综合报导